借游港 廣東西 一個是東 一個是西 兩個借游港最長期的主持 用聲音聚首 每一集 Podcast 以一個小時為限 以借游為名 吹水為實的實驗性聲音節目 Hello 你好 我是Ross 我是得巴聲的KH 我們今天廣東西這一集 就是繼續回之前的BGG的排行榜 可能大家會問 為什麼這麼久沒有錄下一集 因為前陣子小弟有個小手術做了 有一段時間講不到話 快臉都腫了 現在就可以開始了 不過沒關係 有得必有失必有得 我們今天比較特別的 原來我在香港的時候 我面對面地錄 所以這次可能會更多聲音 更多互動 就去錄這一集的廣東西 廣東西 不如一直以來 我們在講BGG之前 我們先看一下這一陣子 有什麼board game關於的東西 Ross 你先說吧 我先說 我前陣子 如果你有留意我的page 因為我回到香港的時候 剛好有個朋友在商頭做 就知道我們一直都有玩board game 所以他找我錄了一集 很隨意的清談節目 就講board game 其實那段 我出門的時候 我都沒有聽到 不過他剛剛傳錄錄音 我都沒有聽到 但是都挺有趣的 因為我覺得在商台上 去講關於board game的東西 為什麼你會喜歡board game 以及在這個大氣電波 對著一個不太懂得玩board game的DJ 對著大家的聽眾 去講一些關於board game 甚至乎講某一兩隻 我記得有講過Just One 不知道怎麼會剪到 都講了出來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就是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再宣傳多些board game的東西 還有我剛剛拿到那個錄音 都問了我朋友 他可以遲一下我們會上傳 看看有興趣的人可以補聽 因為現在 你現在好像要重聽 好像要有帳戶才行 要付錢 所以可能都要靠遲些 我們再上傳 大家才可以追 我都錯了 我以為是現在 這個星期六 即我們現在拍片的時間 才提的 原來不是 原來已經播了 很快手 那天搞星期三、六卷 星期六就播出來很快 不過他都剪了不少 我錄了差不多一小時 好像我聽錄音 大概20分鐘左右 剪了些什麼 正常的 一定會剪短一點 我這幾個星期 都三、四個星期 都試了很多東西 兩隻 我這幾個星期 我覺得深刻印象 一隻就是Limis Limis Limis Expansion 到手 我又上太色 那天就玩了個Full Game 應該怎麼說呢 它的Expansion 有兩個 新的種族 的外星人 還有一本書 我這次最主要是試一本書 因為上次Base Game 那本書 叫做Untold Story 1 其實之前也有說過 其實它就是一個教學家故事的 campaign 所以我自己都很期待這個Untold Story 2 應該都是一個故事 誰知回到來拿 一開設計 完全不是那回事 為什麼呢 原來 它是一個什麼東西來的呢 其實它就是Untold Story 2 你可以當它是一個 叫做漫畫 Event 的一個混合體 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會有一個 那一個就像十幾張卡 每次就會Loop一張出來 那一張卡就是你這一次玩遊戲裡面的Story Flow 而那張Story Card 設定了Story Flow之後 你在玩遊戲的過程裡面 其他那幾張卡 就會是Trigger Story的一些卡 會怎樣呢 就令到這遊戲 除了我們平時玩跑主的Frame之後 它還會有一個新的設定 設定 就是它會有一些投票的故事 譬如你玩遊戲 就把一張卡 然後大家就要投票 那投票就會決定 究竟做什麼 那就是一些好故事的東西 譬如現在有個抗坑 你發現了 你開幾樣東西 挖個抗坑 不管它 或者我們掉頭走 那大家就要投票 那根據你投票 那你投票 就會不同的Player 就會吃一些Event Token 那這些Event Token 就會trigger一些新的故事 你可以聯想一個Tree diagram 就是你走A A-Track 然後就會走A-1 A-2 A-3 然後到最後 就會trigger了 那個人的End Game Condition 會不同了 就會令到你每一局Game 跟你原本玩那個 譬如你原本打算有個End Game Condition 然後因為你的投票 改變了你的End Game Condition 那我覺得是非常之厲害 而我們研究過了 基本上都真的千變萬化 因為你本身已經每一張卡 已經是一個故事 你已經有不同的故事開始 然後中間每一個都有不同的投票 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之厲害 唯一美中不足就是 它只是支援 Base Game 那個種族的外星人 另外那兩個延長的外星人 就不可以用這副Event Token 但是你可以設想 如果它想出的 其實是很容易出得到 而我可以簡單地說 有了這本書 的話 整個Game 再推高一格 因為它不僅可以做到Gameplay 也可以加到故事性 也可以加到重玩性 那是超級超級厲害的 那這就是第一隻 Limitsis 你覺得難度 什麼難度 我覺得它的不穩定性 會再高一點 但是你會玩遊戲裡面 你的Film 會再高幾格 即是你本身舊的那一隻 其實已經很有那個故事的感覺 但是現在還有投票位 你會更加強 即是它的投票位 譬如你是工程師 可能你投完這個票之後 工程師那個人的End Game Condition 會改了 即是它會有something like that 所以就會更好 那第二隻再試了的 就是這個EON N EON N其實 EON N最新的 叫做New Age 其實本身 說真的 我自己就很喜歡 EON N的 但是其實玩完 Negacy之後 其實某程度上 都有點覺得 其實是不是 適合了 是不是完 是不是應該不要再 因為 接下來的Kickstar 就會有新的EON N的 再來 即是第三個expansion 叫做so called 那我就打算 一開 不得了 因為 我可以這樣說 New Age 是 走了一條 我覺得EON N最應該走的路 上次我講過 Legacy 是很棒的 即那個體驗 是很棒的 尤其是 如果你沒有玩過EON N的人 你玩 Legacy 是 不單是學了電話EON N 再令到EON N 本身沒有故事的東西 再豐富了它 但是 它有一個問題 只要玩一次 如果你要再玩 你就要買那個Reset Pad 其實就很屈肌 即是你本身的遊戲 已經都不是便宜 你要再買個Reset Pad 才可以再玩 其實不是那麼划算 但是 New Age就不一樣了 它想到一個方法 既可以享受到 Legacy 而 玩完之後 這遊戲可以重玩 還不止 再可以加上 整個EON N的故事 你可以聯想 其實New Age 就是第三集 上次的事情 就是一個外傳 而上次的事情 不好的地方 就是基本上 某程度上 玩完之後 你重玩的 動力很低 還有它裡面的卡 其實 放回去主軸的故事 其實不太適合用 因為有些卡比較簡單 但是這次就不同了 這個不單只有故事 就是再有一個新的系統 在裡面 再可以玩完的卡 再進入主軸的管制 我覺得這個是很厲害的 所以 玩完之後 新的延長就沒得走了 又要進了 不得了 但是你覺得如果沒有玩過 Legacy 會不會拒絕一些東西 不會 完全沒有關係 怎麼說呢 我覺得舊的 Legacy 它有一個經驗位 就是你會有經驗位 而我玩完舊的 Legacy 再玩這一副 我仍然覺得有新意 在裡面 但是你剛才 其實你不是想問 玩了這隻之後 再玩 Legacy 可以嗎 反過來玩呢 差一點 我覺得玩了 Legacy 再玩這隻會好一點 如果你玩了這隻 再玩 Legacy 就會少了少少東西 所以信的 Flow 會是這樣 但是我會期待 以後的 EON N 都會用這種方法出來 應該會 因為其實很簡單的 它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可以做到所有的事情 而且很重要的 我覺得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以往的 EON N 我未必有一個 Motivation 玩完 但是現在我一定要玩完 你是會很想玩完 就是 Campaign Mode 對 它是一個 Campaign Mode的 Legacy 是很想玩 所以是很厲害 很厲害 只能這樣說 很開心 兩隻 Campaign 都在這個假期裡面 就go through了 令到我就 慘了 又要再買了 原本打算斬攬 現在就要買 本身都買的 不過現在越動越高 就是 EON N 但是Mega 其實我覺得 EON N有一個不錯 就是它的收 就是收 如何去收納它 其實是不錯的 我未來可能會買紙箱去收 因為它整個 Box 不是那麼強 我沒有去收 那個 Box 我想我會收回Pay 的版 因為它有所有Divided 對 我用紙抽來收就算了 好 還有沒有話說 沒有我們就來掃綁了 沒有 不過掃綁之前 我都提醒大家 可以在我們的影片 Youtube 或者Facebook裡面 給我們一些問題 因為我們想跟大家互動一些 我們可以高估一些東西 沒錯 我們好像上一次 有沒有什麼 沒有啊 沒有啊 因為隔了太久了 即是TOP 那次 還未出 還未出 那我們就 下次 下次我們就一次過 兩集的Coming 一次過回回 好 事不宜遲 我們上次就數 數到去 七十一位 我們今次就由七十位開始數 不過呢 這個綁又動了少少 所以我們就補回 有上有落 我們就由下降 我們就由下降 下降應該數就是這個 這支是加拿大棋 加拿大棋 加拿大棋就是 怎麼算這個字 總之加拿大棋 不知道 總之是彈彈彈的 加拿大棋 其實這個遊戲 現在就是72名 上次的時候應該是70名 接著就是上次的69,今次的71,Trolls,被譽為最強的SakeGame,現在是71位,待會再說 接著就是Patchwork,現在是70,上次是60多,接著就是CodeNames,現在是68,接著就是Lisbo,Lisbo,Lisbo,67 接著是Bectastar,Gartica,就是Wars很喜歡的身份Game,66 然後Dominion,這個就是我上次說,就是Expansion的排名高於CodeGame Dominion Entry,就是第一個Expansion,然後是Mombasa,很厲害,我們上次拍Everdale是70多 這次就跑到63,但是不算它,接著就是62,就是這個Editora,就是Editora的新版 是不是叫做新版呢? 它叫做拿了部份的System,但是從世代就不是2.0,有些人說是2.0,但是玩法也不一樣 接著就是Rising Sun,就是61位,61至70,這對Ross,你先說吧 我想第一隻會說的當然就是Battlestar,Gartica 是的,你的最重要 這個遊戲其實就是FFG的神台級的作品 這個遊戲如果大家知道,其實就是一套十幾二十年前 十幾年前,一套很出名的Sci-Fi作品,就是Battlestar,Gartica 那段時間,這就是Sci-Fi粉絲的神的電影作品 電視作品 是的 我也有那一套東西,都在慢慢看著 看完沒有? 還沒看完,但是因為一些人說後面那幾個Season就差一點 或者是崩崩的,但是頭幾個Season真的是神作 是的 就是一套將外星,政治,人性,戰鬥混在一起 所有東西的一套,我覺得是超神的作品 是的 但是為什麼我要說一說這套劇呢? 因為就是這套劇呢,正正是我覺得 它的Theme和Gameplay是融入得淋漓盡之 也沒有可能的 這套劇我覺得是 就是FFG很多時候它沒有了的license 就會換皮 去做第二套類似的遊戲 是的 我覺得這套劇很難 是的,因為沒有第二個皮可以讓它換 因為那個第二個皮 馬上會差很遠 甚至乎 其實我知道浪FFG有一些遊戲,好像我有沒有記得 Dark Moon 是 亦都是想向這個遊戲致敬 就玩了2.0 但是整件事真的差很遠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遊戲它本身其中的東西就是 它玩那個賽龍人 你是不是那個賽龍呢? 你是不是那個間諜呢? 是 你很多位置就是劇情所限 你的飛船會不會去那裡 因為要找星球去逃離 你是不是賽龍呢? 我其中覺得它最經典的一個位置就是 因為那個劇集也是這樣的 它自己是錯龍人 但是它自己不知道 它是機械人 它不知道 劇集真的是這樣的 所以它那個 因為它是空了它自己 是不可以知道自己是內鬼 直到某一個位置的 那這個遊戲真的去到中間的時候 因為你每人有兩張身份牌 是的 你是去到第二回合中間的時候 你才可以開到第二張身份牌 才知道自己是不是這個叛徒 然後再去會不會搞和的事情 那是同一個 這種當年 因為2008年的遊戲 這些multiple身份的東西 其實它很創先河 是 那你再想下去的劇情 再想下去的gameplay 我覺得是 就是很遺憾的 因為你的遊戲現在是絕版的 是 你買不回來 它沒有了 license 它不會reclean 它的call game 你可能很勉強可以找到 都是炒價的 但那些expansion 是接近找不到的了 是 你收齊了嗎 沒有啊 我收不齊了嗎 我只有call game 大家如果有expansion 或者有整套的東西 那你可以PM 啊 現在買不回來的 現在問問買是天價的 可能說六七百尾 才可以收得完整套 真的誇張得到 所以我覺得這隻是 FFG身份game的經典 經典 可能現在新一代的人 不知道這隻 我有幸玩過 Base game 應該是Base game 我不知道有沒有加expansion 那時候是幾經驗的 真的 一會兒上去會說 你留意一下2008年 還有呢 還有呢 還有一隻 到你先 到我先 那我先說哪隻 當然是先說trose 這個也是 我們數這個榜 其中一個想帶出的東西 其實有很多 我們當年覺得是神作 而現在來到這一刻 我們都繼續覺得它是神作 有很多的遊戲 其實就跌到很低 這隻是一隻 就是Trose 尤特大師 又或者很多喜歡玩 色的Euro game 的Player 其實都很 把這隻遊戲 放在一個很特別的位置 覺得它是最 近乎是最好 在未有這個Marco Polo之前 很多人都這隻是Top 1 是認識Game 是認識Game 的Euro 就是Top 1 即使Marco Polo出了之後 其實都是兩邊 有些人覺得Marco Polo好一點 有些人覺得也好一點 但是你想想 他現在多少 71 71 就是以前我們叫做後列的位置 差一個Patchwork 對 就是你很難接受到 大哥他上課那些什麼遊戲 什麼Patchwork Everd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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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dale好 他完全接受不到 英文差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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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會覺得 他當年一出 即使到現在這一刻 他那個 用色彩合在一起 去做一個Action 很多次 這件事 是他的一個好特色 到現在這一刻 我們都很懷緬 偶爾拿出來玩 我們都覺得很好玩 所以這個是 是一個 幾 差異 那麼低 好了 到你了 另外一隻 我真的想說 加拿大棋 是 因為我沒有看錯 這個Top100裡面 只有他一隻 一隻 不是棋的東西 是 如果大家知道 卡拿大棋 其實是有比賽 有性的 其實就有點像 我們康樂棋 沒錯 滾 然後就放在中間 打人 但是你玩過 你會覺得 挺有趣的 但我想這件事 因為這遊戲 如無意外 是整個名單裡面最長的 最長的 1876年 一百多年的遊戲 我其實真的不太明白 這件事 我不知道 我知道 為何會是BGG那些人 這麼喜愛 首先 講講 其實這遊戲 留得低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是 保持有比賽 而且那個比賽 是去到 就是叫做世界賽 那樣的 還有呢 其實那些人喜歡到的 程度是怎樣呢 就像你剛才這樣說 康樂棋 其實我想 我們香港人 熟悉會打康樂棋 但是 外國人的話 很多都是玩這一隻 所以你在網上 我其實看到 很多的 就是那些 版面 很多不同的版面 就是那個棋 那個棋本的面 那些人喜歡的 就會做一個 一個自己喜歡的面 就落棋 然後掛在家裡 就變成一個棋 是呀 很多人會做這件事 所以 去到某個位置 就是很多人在家裡 都會有一副 還有就是 多人懂得玩 也有很多高手 因為其實 這個是不是叫Frick Frick 這個Category 其實它是一個 很多人玩的Category 所以就很喜歡 老祖宗 但是很貴 我始終是 很多人都說話 但是 就是Monopoly 很多人玩 很多人喜歡 又不是要這麼高 就是我這件事 就是 這個Category 算是 一個很特別的 是 好 原來你不說 那我有兩隻要說 第一隻 就是Dominion 因為我們上次 Dominion 的Core Game 我們沒有說 因為我知道 它會上來 所以 我們就留在這個位置 去說 其實Dominion 不用多說 Dat Building Game 的始祖 就是因為 有了Dominion 才有 Eon Land 有所有的 Legendary A Star 暗殺神 什麼東西 都是由它開始 而也是由它開始 這個BGG 就有一個叫 Dat Building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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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 無謂錯了 它是因為它 而有了這個 Dat Bad and Pool Building 以前是Dat Building 又不是Bat Building 沒錯 就有這個新的Category 出來了 很厲害 你聯想一下 一個新的Category 在BGG出現 其實是一件事 劃時代? 劃時代,啟蒙 當初我買的最初幾隻 其中一隻,很多人都入了 是,很瘋狂 為什麼這個 expansion 會比 Call Game 高? 這個就是 BGG 被人發現 那個 bug 的其中一個位 當年大家發現 因為 Dominion 的 Call Game 太多人有 投票令到分數很 有些人喜歡,有些人不喜歡 對,很瘋狂了 它們的粉絲就把所有的分數 全部放在 expansion 上 買的 expansion 通常都比較喜歡這隻 game 對,所以 Expansion 的分數 就比起原先的分數高 亦都因為這樣,令到這隻 game 高過 Call Game 就開始有些人吵 沒有 fix 到最後 只不過位置就是 令到 BGG 開始排名 那些人就會開始看 例如是 non-base game 但也解決不了 因為 Dominion 這一隻 是可以 stand alone 玩的 所以就解決不了這件事 但大家就會看 因為用這件事來罵他 但我的理解 正常用這件事 就是 expansion 應該不是放在 list 裡面 沒有 ranking 的 但有些可以 stand alone 玩的 expansion 就把他放進去 所以他也解決不了這個 bug 好,接著另一隻想說 Wyxing Sun 我以為你會 Dominion 或者Wyxing Sun 會說一隻 OK,Wyxing Sun 簡單一點來說 Simon Game 裡面的 Top 1 他高過 Brad Rage嗎 我覺得他高 不是啊 你的 Top 1 我的 Top 1 當然 他低於Bot Range 但是 我們一班玩開遊戲的 我們叫Gamer 在 strategy 裡面 他應該是 Simon Game 裡面最top的 因為這樣說 有 strategy 的策略 有 negotiation 有 theme 機制也特別 異學 重玩性高 所以 又是 怎麼說呢 61 沒有辦法 人家上面有多隻 要接受現實 頂住頂住 不一定是你 這個榜真的越來越奇怪 一會兒數了就知道 好,來了 借勢再上去 51-60 由我先 第60就是El Grande El Grande 是一個 tower 可以放東西下去 那隻 我們可以這樣說 看這個 叫做 看這個 歐遊記 歐遊記有詳細介紹 有講的 大王 Area Control Game 的一個始祖 第59就是Trial Imperium 第三代 第三代 05年的作品 待會兒會 說少少 但可能之後再說 留下之後再說 對 然後58就是Claim Claim 就是 叫做 最高的作品 待會兒再看 然後 第56就是Five Tribes 那就是 這隻 怎麼說呢 這隻是 什麼類型的作品 Pick Up Pick Up 原來的 它又不是Dv 又不是Dv 又不是Dv 55就是相對地 比較傳統的 worker placement 就是Law of Florida DV 然後 54就是 Caris 最高 剛才Caris 因為不是太多人說的 然後52就是Dominant Species 是一隻非常深的GMT的一隻遊戲 是說不同的種族 species 最後是51 Key Flower 超級多人喜歡的一隻 Key是呢? 它是最高嗎? 應該是最高 那就是51 好啊 那我先說吧 你先說吧 這個範圍呢 糟了很多東西都想說 先說第一隻先 就是Krein 其實Krein 我記得當時我們沒有買到的 是後來Ross就買回來 我看了會笑 這個遊戲怎麼會值這麼貴 和這麼高的評價 很貴的 那時候是四百多 那時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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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遊戲來的 那之後呢 玩完之後呢 不是啊 有那個Film 有那個走路的Film 再加上就是 但是現在有個Legacy 就更加把他再推過一格 那這個就是後話 OK 但是他的名次和Legacy 沒有什麼太大關係 沒有關係 但是我會覺得是 他是把DBG 走了一個很特別的路線 而是成功 結論而言是成功 好 那我一隻你一隻 你呢? 你講哪一隻 這個List 其實我沒有什麼太喜愛的東西 我呢 我會講的 這個就要講Garris Garris就是VL 這個List裡面 最高的 最高的作品 其實都高過他的Mini Culture 其實這隻呢 我覺得是他 不是VList裡面的 VList裡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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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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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不對的 應該 但是我自己覺得其實 Garris 這隻作品 因為呢 他本身VList裡面 就是有一幫很Hardcore的 Europe的Gamer 因此就喜歡了他 也覺得他那個狗格 玩死自己的Europe 自若 其實就是自若 是很開心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 Garris 是一個Mindstone 為什麼呢 因為我沒有記錯 這一隻應該是他 最嚴重 不是不是 我覺得是他第一隻VL 搭鷹廠的開始 我沒有記錯 是是是 他是第一個 他就 DELUX DELUX DELUX法 那些鷹廠DELUX了一排 但是就無緣無故 就把VL的關係 是不是Ian 加上 是Ian 加上Ian 即是那個 那個 Artist 整件事 就把他們的合作無間 relationship 開始了 就是一些 很重的 很重的Europe game 一些很得的 art work 還有很Deluxe的盒 永遠都是那個尺寸的 而這隻作品 亦都是令到 我自己覺得 是令到VL 在現在 即是新一批的Gammer裡面 它突然之間響 因為它Window完之後 就卡斑了 是 跟著其實沒有 都停了一排 是 還有什麼CO2 CO2先的 是CO2先的 就是卡斑 然後就 好像越來越深 越來越滑上去 跟著是Warser Game 那些東西 但是好像沒有進入 這個大眾的 沒錯 Winhouse是進不了大眾的 因為他那時候 重的 而且他不是很多的 是啊 Warser Game 不是沒有英廠 那麼高 但是他是歐洲廠 始終 但是這個Garris 突然之間 令到他 還要 kickstart 令到他 就是怎麼說呢 我覺得普遍的Gammer 特別是美國的Gammer 就會欣賞到多這個系列 從此他慢慢再推上去 這隻也成為他一個高峰 至於Gamper來講 我自己也覺得非常貼心 即是說 你去怎樣 run 一個art的廠 他那個 有個畫架 去擺一些畫 整件事 我覺得是一件事 其實我覺得 值得這個位 是 好 那我講 挺有趣 其實我覺得這個排名 真的很有趣 很有趣是什麼呢 就是54和55 55就是Law of Waterdeep 就是用這個D&D Film 的Worker Placement 很厲害 很strict forward 很無聊 我們喜歡玩這個遊戲 會覺得很無聊 但是 超多粉絲 是很多人很喜歡這個遊戲 就是喜歡他這麼簡單 那些人鬆H之後就是他的 對 但是為什麼我說這個 有趣呢 就是你看看他上過的 上過的就是這個 Keros Keros Keros就是Worker Placement的次組 就是 他就是因為有了這個遊戲 就有了阿民 他不是因為他 但是是因為他 而令到多了人知道 或者喜歡 Worker Placement的遊戲 但是你會看到 兩隻遊戲的名次 這麼近 其實很諷刺 就是你玩過Law of Waterdeep 就玩過 你發覺兩隻遊戲 在Strategy的深度 或者是遊戲的好 不好玩的程度 其實相差很遠 是啊 相差很遠 但是你現在排到這麼近 那你 怎麼說呢 就是很唏噓 就是一隻 是始祖 然後現在就跟 叫什麼 圖孫 即是他的 日門的版本 排到這麼近 但是我自己覺得 Law of Waterdeep 有一樣東西 可能他做到 因為始終這個世界 都有很多D&D粉絲 是 但是大哥 喂 他沒有Film的 你騙了 有些名字 即是見到那些名字 就很開心 你讓他們試一試 Worker Placement 是什麼 說不定 他們玩完Law of Waterdeep 就可能會玩多些Europe game 還有你留意一下 他那個Play的人數 有幾多人的Rate 你剛才那個Keras 是25000 這個大概是41000 差不多 起碼是1.5倍 所以 都是一件事 都是一件事 就是 多人玩 令這件事大眾化一點 是 好了 接著要快講 其實51 52都值得講 先講52 52 我當年剛開始玩Block Game 沒多久之後 就接觸了這個Game 這個Game是重到爆炸 現在禮拜不是都爆炸 我沒玩過 其實現在玩 我覺得不算很重 但是 長的 因為我玩得很久 因為 Action數不多 但是 你所要想的東西 很多 還有 這隻我很少有地 很深刻印象的 就是 Euro Game 重Game 長Game 但是這麼有Film 因為它是物種進化 A吃B B吃C吃D 每個Player 就代表著一種物種 在這個遊戲裏面 整件事 是很有Film 但是 你看到桌面那些東西 是完全不會有Film 因為它是用那些 三角形的Token 一堆東西 你要自己 代入去 那些東西 其實就是 例如爬蟲類動物 然後進化 進化 其實 很棒 還有 So-called 到現在這一刻都好 都沒有什麼可以replace 現在這個年度很難開得到 因為這麼長的Game 但是 是值得 100 絕對值得100 因為沒有東西可以replace 我感覺上來說 好 接著是Key Fowler 這個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當年 我記得 無限草的Key Fowler 當年是神Game 什麼叫神Game 就是因為它的 頭那兩隻Key系列 有Key Market 我都忘記了它的次序是怎樣的 總之Key Fowler之前是神Game 就是買不回來的 炒價炒到天價 所以Key Fowler一出都是炒的 但是 就由Key Fowler開始 就有reprint 還有有deluxe 不是叫deluxe 應該叫做什麼 叫做很多東西加進去 因為開始要買得到 亦都因為這樣 它那個系統 因為要知道 Key Fowler的特色 第一就是難買 不是 Key系列難買 第二就是 它是用那個 叫做什麼 作者 不知道是不是作者的老婆 作者自己的畫 他用的畫來做 還有就是 他擺人仔的機制 是啊 是一件事 我不行 一來我玩過 我自己覺得不是很喜歡 我不喜歡的 第二就是 我知道這些人很多是吵的 所以Happy是不是有 Happy有 當然是 Happy有 他們很喜歡吵這些 William好像有 很多推廣 很多人討論 就是買一個Tiles 不喜歡 很恐怖的 不喜歡 再數上去 好 我們來了 好 41-50 好 Race for Galaxy 哇 神 一會再說 好 接著Seven Wonder 神 有人再說 接著這隻 這隻 怎麼打 Ancarrontia 即是那隻很大合的那隻 那隻遊戲 好 接著 Ancarrontia 神 好 接著 這個 Robert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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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uso Adventure 合作 遊戲 都應該是 我覺得是他的最好的 他最好的 最有 最有 fame的一隻合作 其實我覺得都是神的 半神 半神作 然後 Marco Polo 神神 神 然後 大鑼 這隻過 Marco Polo 我接受不了 A Chance of Catalonia 被譽為TM的簡化版 TM簡化版 Termistica Termistica 什麼 神經病 神經病 神 神 神經病 這集 都很嚴重 應該追不到進度 一隻都要講 這個41 至50 不得了 可以嘗試用排名去想一下 我不知道 這十位好瘋狂 不如這樣 我先 Race of Galaxy Race of Galaxy 如果大家真的沒有玩過 第一件事就是你快點去玩 這款是卡牌型的 engine building 我不敢說是始祖 但是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職位 是啊 真的很重要 什麼叫做 RFTG language 就由它開始了 真的 用 symbol 去代替文字 然後不斷 loop 不斷跑 真的可以玩不知多少次 我最近看了一段影片 就是說由 BGG 去計算有多少 play 數 然後去 loop 原來我未必是最高 但是 Race of Galaxy 是 Top 3 真的有超多人 從 2007 年這個遊戲開出的時候 每天都 loop loop 完之後還要去 BGG 登記 這些東西都是變態 但是是超多人 loop 我還記得當時 那時候還用舊 Windows 有一個電腦的 program 去運用卡給別人自己再 loop 例如我們朋友 Joba 不知道玩了幾百次 玩了幾千次 即是玩開Dead的人 真的會無限 loop 這個遊戲真的很好玩 真的很好 loop 真的很好 loop 你每一次玩都想再 loop快些 再 Race 得更厲害 另一隻遊戲還可以 loop 三次 即是一隻遊戲可以 loop 完卡 再 loop Dice 再 loop Board Game 而且有沒有忘記這個遊戲 它本身是波多尼國的 Sant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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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波羅 它是Puerto Rico的卡牌版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因為它拿了那個 1 2 3 4 5 5 6 那樣東西 整件事是 我不知道怎麼說 我已經不明白 我已經不明白 我相信要找一些再偉大的人 超級偉大的人去說 Race of Galaxy 我覺得還可以補充一點 其實現在的人很喜歡玩這個TN 這個Telephone Mask 那個 loop deck那樣東西 其實某程度上就是 當年 Race for Galaxy 大起的時候 我很喜歡跟大家分享同一副 deck 跟著去 l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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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東西其實就是在這裡開始有這個 這個太神了 50 我講49 7 Wonder 7 Wonder 神 神的位置就是 7個人玩 都這麼好玩 的一隻Family Game 還有Civilization Civilization 2 很容易教 很漂亮 貼片 接著還要告訴你 他3個人玩 是另一隻Game 3個人玩 有Strategy 你怎樣去 在輪抽的過程 猜對方抽什麼牌 然後有起手聲 很瘋 很瘋 你兩個人還可以出另一隻Game 是的 都可以排到發明 還要比自己高 很瘋 還有我很印象深刻 這個Game 我很少有地 那時候一出是超期待 超期待 超期待 是不惜貼 重金買回來的 是 買第一版 我那時候 真的很好 現在還等著江湖傳聞 就是出了七個Expansion 不是 江湖傳聞 他作者一開始說 7 Wonder會有七個Expansion 現在是四個 現在四個了 傳說出了七個 就會出第三個 不是有神龍嗎 出了七個 就有神龍出來 好瘋 真的好瘋 好 接著 來吧 不用說了 這句話 我已經講一集了 我覺得 她是 對戰卡牌LCG the best 已經講了太多次了 但是很遺憾地已經完了 你要記住 一個這麼喜歡散鷹的人 都覺得她應該是the best 這個System 是不會有贏到的 對 真的很厲害 對戰再加心理 再加什麼 看回我們的神十二 我已經講了很多次了 過了 接著Marco Polo Marco Polo 剛才說 有了Trolls 之後 有了Marco Polo 就開始有人選了 究竟懂得遊戲的Euro Game 最好玩是哪一隻 是 那就是二閘其一 我這個特色就是 瘋狂的角色技能 接著就去跑一隻很穩打穩摘的Euro Game 當你覺得 神經病是不是設定錯了 接著就說 你覺得你設定錯了 sorry 我那個人設定錯了 接著玩完 大家是覺得 回味的 破壞式平衡 對 破壞式平衡 對 破壞式平衡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Euro Game 好 接著 你講話我講 我講 但我想講這個 我講這個 你講吧 不如 你講吧 我想這隻 Lahave 其實 你知道了嗎 你看了Thomas和Tata 沒有 第一 是 是 現在他找了這隻 做他的Top 1 這麼奇怪 為甚麼 沒有 他說他越玩 越玩越喜歡 是一隻越玩越喜歡的遊戲 其實我自己覺得 之前 之前 其實 我一向都會跟別人說 如果你真的很想 虐待自己的玫瑰生意遊戲 你就會玩 Agrigola 因為那隻是無敵的 但如果你的人 相對地 都想玩同樣的 但不想自己弱殺自己的話 這就是Lahave 因為它是一隻 都是玫瑰生果的 如果大家知道 就是 都是 儲資源 運動引擎 去製造自己的不同的東西 製造農場 製造人 這個就是製造漁廣 但是 它沒有 Agrigola 計算得那麼 tight 以及 沒有那麼 unforgiving 是 而 Cavanna 之前 我覺得這隻 是很值得 就是這麼說 是一個 很好的 一個 很玫瑰生的東西 是 你問我 我就會反而覺得 這隻 加Agrigola 之後 就好像創意用了七七八八 它開始弱殺自己的遊戲 但是 它出這隻08年的時候 其實還沒有弱殺的 所以 那時候很多fans 還有 我自己也很喜歡 它那些船 建築 那些東西 是 很好玩的作品 是 反過來 你告訴我 說回這集的排行 你說它和 Catarn of Catarn of Catarn of 幾條街 十幾條街 經典意味 但是 分分鐘可能 過了幾個月 過了 所以這個表 真的很有問題 我們到最後再說 好 接著42阿叔 不多說了 很多人知道 但我覺得值得的 即是值得的 即是值得的 因為我覺得它那個 普通的程度 普通的程度 以及 意入口又漂亮 我覺得 甚至乎 你說 沒有玩過board game 如果那個人比較勇敢 一點點 我也覺得夠膽說 即是夠膽試 所以我覺得它值得這個席位 我家裡不會賣的 這隻 好 接著我想說的 41 Eclipse For me Top For me Second 我知道 這個就是 我和Roth 都爭議了很久 究竟這隻好些 還是 TI4 好些 我自己 可能 我對於 六個人坐在這裡 四個小時 我始終都有點抗拒 所以我到最後 我還是選擇 尤其是他接下來會出 Second Edition 說會再Slim9 這隻遊戲 沒有買 跟剛才7w1 都一樣 我深刻印象 就是那時候是 說出的時候 我也是超期待 因為是很重的Europe game 但是玩星球大戰 玩自己起飛船 玩這個area control 到現在來說 我也是很難忘的這隻遊戲 接下來出色的地方 會再玩 好 數了10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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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15分鐘 記住 OK的 因為上高一點 可以有很多Skip的恩 你會知道 好 不如我數吧 40 Limitsis 恩會講的了 接著39 這個馬雅 輪盤 輪盤 這隻都值得的 因為很多人都喜歡的 一隻遊戲 38 TTA 第一個Edition 不用說 一會再說 37 Roots 不得了 這個 猜不讀 真的超猜不讀 待會再講多一點 好 Star Wars Empire Assault 36 35 M Meg and Minions 這個叫做什麼 死 他叫什麼 L.O.L. Lead of Legend Lead of Legend 那時候也有一個Noise 的出現 好 Power Grid 跟著Pandemic Legacy Season 2 2 2 OK 32 Kingdom Death 31 Blood Range 你們先 15分鐘都說了 說了 我會很多會Skip 你說Root 我這兩個吧 我這兩個會說 好吧 那我就先說 Empire Assault 好 Empire Assault 其實你看回 之前那段影片就說到 其實它是這個Design的改良版 但是其實呢 其實它現在好像沒有正式承認 但其實應該出完的了 應該完了 應該完了 無論是玩劇情玩System 都是一種非常之優質的一個地城遊戲 是啊 真的很好玩 因為它古新Design的System已經很好 你記得它之前的Ranking 也有出現過 配了無敵的Star Wars Films 是 然後它還有很多的世衛都改良了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大哥沒那麼屈 大哥沒那麼屈 大哥沒那麼屈的同時 大哥很多東西玩 是啊 大家很多東西玩 你知不知道 大哥都有不同的Fashion 是 即是你玩同樣的關 你是做SIF 你會有一副自己的Fashion Deck 又可以有不同的Fashion 重玩性是極極極的 可惜 我覺得它 就是它停是可惜的 其實它做了 但是始終它 可能它沒有辦法 保持到那麼多人再買下去 那還有呢 你不要忘記 它本身很成功一機兩機 但是它Campaign 那部分 就開始少人玩了 它就是玩Skimage 那部分 它自己又怕人殺自己 所以它不會再 花時間放進去 也是 可惜 可惜 但也理解的 那這個吧 到你呢 好 告我 那當然是Limis 我覺得是 很少有這種半合作遊戲成功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我覺得它 越玩越有味道 那味道是故事性的味道 你每次玩完 你會覺得 嘩 好像看了一部電影 再加上我剛才說 它有了那個 漫畫書之後 是更加瘋的 我覺得 我再講一隻 就是Woods Woods 這個真是一個故事 故事就是 當初Kick這個遊戲 我很記得 那次Wars玩完之後 心想 根本上沒有什麼機會再開 但是 看到那些公仔挺有趣的 又是不同種族 我們作為不同種族的愛好者 沒有理由不進去 所以進去 我很記得 拿了回來的時候 沒有一個很大的Motivation 然後是不是你跟我說 好像外國很瘋 那些人搶 是不是你跟我說 搶 然後我說不是 要試一下 要這樣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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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可以了 那種感覺 我當時是 掙扎了一段時間 扔了W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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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記得 那時候掙扎了 他會不會比Kafuru好玩 如果以種族來說 我會覺得 後來我覺得 如果以四個種族來說 四個 對Kafuru四個來說 我覺得他是 經驗過Kafuru 因為Kafuru要很多東西 你才能做到四個不同的玩法 但是他就很簡單 同一副DAC 但是用四塊不同的版 他就做到四種不同的感覺 我覺得是真的 而再加上 作者也知道大家很捧場 後來他不斷修正他的種族 甚至有Tourman的Russi 神經病 對呀 有Tourman的Russi 即是他可以去打比賽 即是有比賽 很瘋 所以我覺得是 還有他後來再出了 Expansion幾個種族 也有那個味道 OK 好 那我看看最快去到一兩隻 我想一定要說這個Kingdom Death 對呀 其實除了我本身喜歡這個遊戲 也覺得是好玩之餘 也都是我覺得 叫做Fans向的一個作品 但去到這麼高名次 都可以看得出這個System 是幾個問題 或者是幾個奇怪的 因為Kingdom Death 大家知道其實是一隻天價的遊戲 是天價的 因為其實他本身 老老實實 真的是Miniature 是一些超高質的Miniature 到現在都是最高質的 是其中一個最高質的東西 但是送了一隻很好玩的遊戲給你 是 亦都配一個Film 但是它的價錢是天文數字 天文數字是千千 但是其實 因為這個天文數字 所以它的流通量 是一向都不太多 六千多人的 六千多人的Rate 但是就是 玩到買到的 就超多Fans 所以你看著它的分 不斷扯上去 我記得當年我開始試的時候 說了二百多 但是都是很高分 因為它開始reprint了 是的 多了 但現在扯著扯著 扯上去 32名 而且你留意一下它的FH Rating 它的FH Rating其實是很高的 是的 所以越多的Mode 是會再越扯上去 八點幾 所以就是八點七幾 Beverage 是八點零一 所以這個System 我真的不知道 那些人是真Fans 還是買回來 但是真的會 你以這樣的Trend 去到Top Ten 都不出奇 也都是凸顯這個Game 或者凸顯BGC的System 其實真的有一點問題 Fans 當有一群Hardcore的Fans 每一群F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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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開始多了一些 多過二、三千人 因為說Y多數字 不知道是什麼 那它就可以 使用這個System 我不是說這個Game不值 但是 一直這麼貴 流通量這麼低的Game 上到現在 差不多到Top三十 它比Power Grid高分 它比IA高分 這件事 要看看大家 是否可以 都是 好 我再補一隻 然後就完 就是Bug Range 為什麼不補這隻 Bug Range 其實有點尷尬 曾經我覺得這個Game 是很完美的 Area Control Game 我覺得又容易學 又爽快 又可以抓 又多變化 但是你也知道 近幾年 2015年出的 在這四年裏面 出了幾多Area Control Game 出了幾多更好玩的Area Control Game 不過它仍然會保持高的位置 因為第一 維京粉絲是一個很特別的粉絲 他們很沖繩於他們的粉絲 應該是最高分的維京粉絲 應該也是 你看到我們上次說的 North也是維京粉絲 也是維京粉絲 也是很高的 所以它會保持這個位置 而且它那種容易學 是會令它保持這個位置 但是 都知道 如果你說Area Control Game 我們會有很多更加 覺得好玩的選擇 但是 你最後留意一下 其實一隻很多人玩過的遊戲 其實我玩了很少一次 就是Power Grid 它真的超多粉絲 計數遊戲 綠魔最強的作品 綠魔人生就是靠它 不斷出版圖 反圖 它一直是反圖 但是是04年的遊戲 其實到現在仍然是排名 TOP50以來的作品 很穩陣的作品 很多RANK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這集其實是數了 一次數了40個遊戲 但其實大家都開始感覺到 我們為什麼會想做這個系列 就是做這個系列 你要發覺很多很好玩 很好玩 很好玩 神作的 其實在這個位置 其實不算在高的位置 在中間的位置 究竟代表著什麼 我們剩下30隻 我想我們下集數完之後 可能都花了一點時間 就會去 究竟這100隻遊戲 我們覺得它的位置 合不合理 這是第一 第二 究竟現在BGG的List 我們應該用什麼心態去看 是不是好像剛才Ross 那樣說 粉絲就可以無自禁推上去 不代表這隻遊戲 好不好玩 這件事情 這個當然我們下集可以談多一點 是的 但始終也是一個 所謂這個業界最好的 其中一個最多人看的指標 是的 那會不會是這個問題 又在這裡呢 數到最後那30隻 看看會不會還有一些 再詭異一些的作品 是的 今集已經數了幾隻 是很詭異的 是的 絕對有 就這樣一看 都已經看到一堆詭異作品 好像都是某一間廠 是的 是的 就是那些 不說了 我們留下集 好了 我們今集時間差不多 都仍然保持著一個小時 厲害 不得了 還有空閒時間可以說這句厲害 我們下集再見 下集再見 拜拜